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像那些仙人掌一样 七零八落的 周围发出一阵惊呼 李玉环却不肯放过我 指着我的鼻尖破口大骂 我看到没看他一眼 低头查看孙强胳膊上的伤势 孙强躺得呲牙咧嘴 却还小声地安慰我说没事 这一幕让李玉环更加愤怒 她冷哼 看看他们有多不要脸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在打尽骂俏 背地里不知道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 孙强怒了 想要冲出去跟李玉环理论 却被我紧紧地拽住 做人不能和狗计较 毕竟狗咬了你一口 你不能咬狗一口 要不然弄了一嘴狗毛多恶心 不过你可以用打狗棒 打断他的狗牙 我虎视眈眈地看着李玉环咬牙切齿地说 李玉环受到了如此羞辱 气得眼睛都在冒光 伸手就想给我耳光 可惜他的手刚一抬起来 就被孙强用力地握住了 大姨 现在可是和谐社会 再拿出之前那些胡搅蛮缠的方式来办事不好使了 警察到时候置你个扰乱社会治安罪就得不偿失了 你可得好好想想 孙强冷冷地说 李玉环被他吼得一愣 一只手不知道该如何安放 让他打吧 这样他就会为他儿子多加一条罪行 怂恶亲妈 蹂躏欺负儿媳妇 不停地对儿媳妇进行人生攻击 我猜如果离婚时 财产分割一定会更加倾向我 我冷笑着看着李玉环 眼里全是讽刺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自己不舍妇道 就往刘阳身上泼脏水 你可真不要脸 李玉环用力地往地上催了一口 这就不要脸了 你可真是没见识 你忘了刘阳做的事情了吗 要不然 我听你回忆回忆 我笑着拿出手机 慢慢地滑动屏幕 李玉环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脸色变得格外难看 故意扯着嗓子嚷 松小璐 你别不知好歹 真要闹大了 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你们刘家的果子 我早就不稀罕了 李玉环 你不是想在我同事面前恶心我吗 现在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今天索性把事情说清楚 谁是谁非 我相信大家自有定论 我淡定地劝退了两位 想要把李玉环拉走的保安 李玉环没想到我会站大方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傻兮兮地看着众人 面前这个跟我撕破脸的女人 是我的婆婆 我已经叫了她六年的妈 可之前我无论对她有多好 在金钱和利益面前 她还是把我推向了无底的深渊 我叫宋小璐 今年32岁 在一家酒店做前台经理 2012年工作一年的我在相亲中认识了刘洋 彼时的刘洋是个程序员 不过他并不木讷 也不秃顶 而是个幽默帅气的大男孩 我和刘洋一见钟情 然后谈起了甜甜的恋爱 恋爱两年后 我和刘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此之前 我和婆婆的接触并不多 她给我的印象很窒息 也很温柔 我对她很有好感 婚后我和刘洋 偶尔会去婆家吃饭 每次婆婆都会做一大桌子菜 来招待我们 让我更暖心的是 婆婆从来没有催生过 每次有亲友 问我们生娃的事情 婆婆都会主动挡回去 说年轻人 有很多事情要忙 对于婆婆的善解人意 我很感激 刘洋对我也好得没话说 光商场时 只要是我看中的东西 她都会毫不犹豫地买单 每个特别的日子 她都会为我准备惊喜 尽管并不贵 可是都做足了心思 让我特别感动 家务活 她也抢着帮我做 她笑呵呵地说 老婆是用来疼的 我在工作中受了委屈 刘洋都会义无反顾地 站在我的身边 心疼地说 你不用工作 以后我养你 就这样 我在婆婆和刘洋编织的美梦里 享受着幸福的滋味 梦总会醒的 只是我没想到 自己的梦竟然是被一场 匪夷所思的出轨视频打破 一天晚上 我加班回来走在巷子里 突然从黑暗中钻出一个酒鬼 不由分说地把我抱紧 酒气熏天的嘴巴 在我的脸上乱拱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傻了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深深的耻辱感 让我手上的力道很重 狠狠地甩在对方的脸上 男人吃痛 瞬间放开了我 我早就被他轻薄地举动气得火冒三丈 想都没想 就使出浑身力气 对着他的裆部就是一脚 男人疼得嗷嗷乱叫 在地上不停地转圈 看到他像只无头苍蝇 我害怕他反应过来会再次伤害我 提着高跟鞋落荒而逃 跑到家门口时 我才松了一口气 伸手一摸后背 都被冷汗打透了 刘阳将我惨白的脸色 关心地问我怎么了 听到他温柔的声音 所有的委屈涌了上来 我扑进他的怀里 挖的一声哭了出来 紧接着 我断断续续地跟刘阳 说了今晚的经历 听了我的描述 刘阳眼睛里都在冒火 露胳膊卷袖子 要去跟那个酒鬼拼命 看着他眼睛里的愤怒 我知道他不是说说而已 担心刘阳做出什么糊涂事 我死死地拉住了他的胳膊 刘阳 我知道你心疼我 你看我也没啥事 你就别生气了 为了一个神经病不值得 我吸了吸鼻子说 刘阳愧疚地看着我 老婆 这件事情也怪我 以后加班我去接你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刘阳紧紧拉住我的手 将脸贴在我的手心上 我心里的不安和恐惧 被刘阳的安抚抚平了 第二天我刚到酒店 还没来得结换工作服 就接倒了闺蜜 唐阳的电话 小鹿 你和刘阳没事吧 唐阳眉头眉脑的一句话 让我一头雾水 我俩挺好的 今早他还送我上班呢 我一边解扣子 一边轻松地说 不过我昨天晚上 还真的碰到一个变态 当时我用一记无音角 让他满地找牙 小鹿 你可能摊上事了 唐阳听着我没心没肺的语气 叹了一口气 看到唐阳给我发的抖音视频 我的脑袋嗡得一下子大了起来 视频的内容就是 昨晚我为人欺负的画面 却被人恶意剪辑 酒鬼突然冲出来 和我的极力反抗的画面不见了 只剩下男人抱着我亲我的画面 猛地一看 特别像情侣旁若无人的秀恩爱 更过分的是 那些吃瓜群众的评论 纷纷说我们两个人不要脸 干那种事不知道背着人 因为视频里我和男人的脸很清晰 竟然有人在底下评论说 这个女人到底图什么呢 估计这个男人家里有矿 要不然怎么能下得去嘴 最恶心的是发视频的人 竟然配文说 情侣互动难道不应该在房间里吗 果然是时风日下 各种不美的声音铺天盖地 我实在没眼看下去 愤怒地关掉视频 可惜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刘洋的电话很快打了进来 小鹿 视频是怎么回事 妈都要气疯了 听了刘洋的话 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字 完了 亲友群里那条视频赫然躺在里面 只有婆婆一个人发言 是谁这么无聊发这种视频 后面还有几个愤怒的小表情 不用想 其他亲友肯定也看到了 我一下子变成了不舍妇荡的浪荡女 我和刘洋赶紧去车往婆家赶 在车上我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描述了一遍 庆幸的是刘洋愿意相信我 说完这些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那一刻我的心里无比地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会经历怎样的风暴 就在这时 我的电话响了 是妈妈打开的电话 电话里的她充满了担忧 问我和刘洋的感情状况 不用猜 那条视频她也看到了 我又把事情向她解释了一遍 妈妈的语气轻松了一些 妈相信你 我的女儿我知道 不过你想好跟你婆婆怎么解释了吗 妈妈的担忧也是我的担忧 不想让她担心 我故作轻松地告诉她 婆婆的态度跟她一样 婆婆家早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七大姑八大姨都赶了过来 一脸看好戏色地盯着我们 婆婆一脸寒气地坐在沙发上 我跟她打招呼 也没有半点反应 我无奈 又把昨晚的事情 从头到尾描述了一遍 旁边的人开始砸舌 窃窃私语 为什么这种事情她会遇到 是不是跟她的工作有关 这句话气得我浑身发抖 我狠狠地瞪着她 不满地反驳 三姨 你的意思是在家啃老好吗 这个被我称为三姨的女人 儿子三十大几了 还一无是处 都是她和老伴打了好几分公养儿子 三姨灯是被叶地说不出话来 众人见我不好惹 纷纷起身离开 你三姨说得也有道理 你看看你穿的这是什么 许久未开口的婆婆 一脸鄙夷地指了指我的裙子 我被她气得脑人疼 现在是我被人诋毁 她不仅不安慰我 还和外人一样往我身上泼脏水 妈 我靠自己不丢人 这件事就是个误会 我会想办法证明我的清白 也麻烦你在事情水落时出钱 不要被一些乌漆抹黑的人带节奏 婆婆听了我的话 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 脸色铁青地看着我 你做了不要脸的事情 难道还不让人说吗 她怎么不去猥蜻别的女人 说到底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一向知性的婆婆竟然说出这种话来 所有的委屈瞬间喷涌出来 您的意思是我愿意的吗 您可真的 刘洋听出我们两个火腰味都很浓 担心我们打起来 生生把我拉了出去 老婆 你别生妈的气 她也是心疼你才口不择言的 妈一直都很喜欢你 这你也是知道的 刘洋低声向我解释 那她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给我扣帽子呀 还有你那些亲戚 都是什么人呀 一副落井下石的模样 我说不下去了 眼泪扑出出的往下掉 妈会这种事情这么敏感 其实跟她的经历有关 其实爸不是过世了 是在我九岁时 跟一个漂亮女人跑了 当时妈妈还在医院里住院 这件事给她打击很大 在她的心里 爸爸已经死了 所以她对出轨这种事情 深恶痛绝 刘洋的话让我震惊无比 我心里的伙计减了一些 这个视频还在疯狂的传播 事情还在持续发酵 眼下最重要的是 找到发视频的人 让她删掉不时的视频 我根据视频号 很快联系上了发视频的人 开始时 她并不愿意删除 还理直气壮地说 拍视频是她的自由 她需要用这个视频 来增加点击量 长粉丝 你的视频是在歪曲事实 对我的生活造成了 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愤怒地说 我拍到的只是这些 你说的那些内容 我根本就没有看到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 对方大言不惭地说道 拍摄视频也要经过 当事人的允许 你这样不光侵犯我的隐私 还诋毁我的名誉 既然你不愿意主动删除 那我们就报警处理吧 刚才你说的话 我已经录音了 我相信警察 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听说我要报警 对方慌了 答应删除视频 视频总算被删除了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可是事情并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发展 好多人跑去给发布者留言 问他为什么删除视频 是不是收了好处 那个人还见兮兮地发了一个解释音频 说什么有的事情 只可议会不可言传 他绝对没有收一分钱的好处 这些云里雾里的话 开始让愚蠢的吃瓜群众 脑补他被威胁的画面 于是很多人根据视频里的影像 找到了我 给我留言骂我是不要俩的小三 我真的快要气炸了 一个受害者被人口诛笔伐 我觉得自己快冤枉死了 更让我悲哀的是人们对女性的歧视 仿佛所有的过错都是我 就在我决心揭露事实的真相时 另外一个大锅朝我砸了过来 因为视频的事情 我被人肉 受到了很多语言上的攻击 也给酒店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 经历找我谈话 委婉地让我回家休息 处理好家里的事情 才能有更好的工作 经历对我有之欲之恩 我不能让他为难 衡量再三 我上交了辞职信 抱着整理箱刚走出酒店 就被一杯咖啡洗了头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对方 脑子里飞速旋转着 最后的结论是我 根本不认识面前的这个女人 大姐你什么情况 我没好气地问 我扑的就是你这只狐狸精 女人不甘示弱 对着我挥了挥拳头 看着她张扬舞爪的模样 我只有一个念头 最近出门没看黄历 总是遇到神经病 找时间一定要去庙里拜一拜 拜托你说话前 动动脑子好不好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说得比唱得好听 你抱着我丈夫一顿乱啃食 难道就没有想过 问问她结没结婚 女人愤怒地把手机推到我面前 看着她手机里的内容 我终于知道对方是谁了 她竟然是那个酒鬼的老婆 我一直想要找她替我解释 可是找了一大圈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现在她的老婆突然撞上来 我真的是喜出望外 竟然能在这儿遇到你 我激动地握住了女人的双手 女人肯定没想过会这么开心 一时间竟然没了主意 许久才缓过神来 用力地将手抽了出去 你少在这儿给我套近乎 谁是你大姐 我看你是个小姐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你知道当年我跟我丈夫在一起时 她有多穷吗 现在她有几个子了 你们这群野花就巴巴地凑过来 你知道我当初有多么不容易吗 女人说着竟然抹起了眼泪 你真的误会了 我和你丈夫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晚她喝醉了 想要占我便宜 仅此而已 这个视频只是断章举意 我叹了一口气 尽量平静地说 女人先是一愣随即摇头 你少在这里蒙我 老丁都向我交代了 你就是她的小情人 那晚你们俩出去浪 在大街上情不自禁 做了恶心的事情 没想到被人拍了下来 你们可真不要脸的 女人狠狠地催了一口 这是你丈夫说的 我以为自己的听觉出现了问题 师生问了一句 对 她都承认了 你还死扛有什么意思 你不会以为老丁对你是真爱吧 狗屁 他最爱的就是他自己 他说了 是你供应他的 还说他对你就是逢场作戏 女人说这些话时面目猙獰 我不知道几分真几分假 老丁这个人也太恶心了 竟然把猥亵说成了偷情 我气得弄火中烧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 第一次见到往自己脑袋 扣屎盆子的男人 他的脑袋 不会是被门挤了吧 等等 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疑问 同样是被曝光 难道酒后失态真的比偷情还要严重吗 大姐 事情真的不像你说的那样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怎么可能是他的情人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去调查 查通话记录 查开房记录 查转账记录 再不行你就跟踪他 这些东西哪怕手机上删掉 也会被存档的 不过拜托你们两口子不要坑我 我已经够惨了 想到自己的处境 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女人大概是被我的真诚和眼泪所震慑 刚才的怒气消了几分 愤愤地说 如果让我知道你是在蒙我 我饶不了你 大姐 我拜托你快点查 还我个清白 还有 我想见见你家老丁 我真的很需要她的证明 我不停地向女人做医 等待的日子格外难熬 婆婆对我的态度大不如前 不时来家里冷言冷语 刘阳虽然没有表现出不满 可她满眼的红雪丝和下巴上的胡茶告诉我 她过得并不好 压力也很大 我把想到当事人的消息告诉刘阳时 她的眼前一亮 差点激动地从椅子上掀下来 足见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有多大 李嘉乐在分别后的第三天 终于给我打了电话 答应让我和老丁见面 从她的语气里我断定 那个真正的小三应该被她挖了出来 老丁依旧一副油腻的模样 一双绿豆眼来回乱窜 我强忍着心底的恶心坐在她对面 刘阳和老丁的老婆也在旁边 你那晚的无力举动已经伤害到了我 也给我的家人和生活带来了很恶劣的影响 所以请你出面 把这件事情澄清一下 我可以不追究你的其他责任 但是澄清的事情没得商量 我懒得跟她废口舌 直接了当地说 你少在我老婆面前胡说八道 你也不撒泡要照着你自己 我怎么可能想要占你便宜 事情到了这个时候 老丁还在呼叫蛮缠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手里抓着的白开水 还没来得及出手 老丁的脸上就被结实地招呼了一巴掌 出手的人竟然是李嘉乐 你还能做点人事吗 李嘉乐浑身颤抖着说 我真没有 老丁还死鸭子嘴硬 不知死活 我这就报警告你非礼 我愤怒地抓起手机 你不会是以为我没有办法收拾你吧 告诉你 那段路附近的监控我已经掌握了 老丁听了我的话一下子慌了 赶紧向我求饶 大妹子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当时也是喝多了认错了人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向你道歉 你光跟我道歉不行 我需要你向大家澄清这件事情 我们根本不认识 而且我的人品和道德底线都没有问题 说到这些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那可不行 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这件事要是曝光了 会对我的事业有影响 老丁当即否决了我的要求 那我们只能法庭上见 我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 经历了这么多 我不想再坐以待毙 决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咱们商量一下行不行 我给你钱 你要多少都可以 十万行吗 老丁还是忌惮法律 再次找了个折中的办法 你这是侮辱人 且能挽回我的颜面和尊严吗 我怒不可遏 指着老丁的鼻子问 柳阳担心我下一秒会掀了桌子 从后面拉了拉我的衣服 十五万怎么样 不能再多了 老丁舔着脸跟我讨价还价 你等着吃牢饭吧 我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愤怒离场 老丁终究没有吃到牢饭 不过也长了教训 因为李嘉乐通过视频 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了解释 当然他的解释还不止这些 还有老丁的出轨 养小三偷睡漏睡 为了保护小三 往无辜的人身上泼脏水 就这样 在李嘉乐的努力之下 老丁跌下神坛 从成功人士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他的小情人 我也见了一次 长得还真跟我有几分相似 事情尘埃落定后 经理给我打了电话 邀请我回去上班 听到这个消息 我激动地连连说好 尽管在小区里 偶尔也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可我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尽管李嘉乐已经替我证明 可是嘴巴毕竟长在别人身上 婆婆没有表现得多开心 对我依旧很冷淡 我知道她想让我换份工作 可惜没有随她的心愿 刘洋也没有多开心 甚至有些郁郁寡欢 大概是一根神经绷得太久 突然松下来 会不知所措吧 值得一提的是 我和李嘉乐成了好朋友 她说我有骨子不认输的镜头 让她特别佩服 我也很喜欢她的善良和果断 一切仿佛回到了正轨 直到我无意间看见 刘洋电脑文件夹里的内容 酒店需要做一个美片宣传 我的电脑又突然罢工 没办法 只能用刘洋的电脑救急 之前我从来不动 彼此的电脑和手机 我觉得夫妻之间 相处信任很重要 她的电脑页面上没有美片 我就去硬盘查找 在地盘 我发现了一个名为 发财致富的文件夹 出于好奇 我点了进去 里面有很多个小视频 点开第一个 竟然是我的出轨视频 我很费解 刘洋保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紧接着 我又点开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口气将这些视频 浏览完后 我的感觉 就像被人用冷水抱了头 想要冲个热水澡 又被冷水浇得透心凉 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语 来形容此刻的心情 这些视频记录的是 我和刘洋在床上的画面 精细度极高 一看就是近距离拍摄 我拖着颤抖的双腿 一点点挪到卧室 瞪大眼睛 还是四下找监控器 最终 在那盆郁郁葱葱的摆盒里 看到了那枚 闪着红光的迷你监控器 这盆花是前不久 刘洋买给我的 因为之前的事情 我对睡眠一直很差 刘洋听说 百合有安神助睡眠的功效 还花重金 给我买了一盆 味道很淡的百合 据说是进口的品种 当时我还大大地感动了一把 监控器安在这个位置 绝对不会是外人所为 从买花到现在 婆婆没有来过 卖花的老板 也不会无聊到买一送衣 家里只有我和刘洋 我绝望地把监控器拔了下来 眼泪不争气地往下落 可是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难道只是单纯地欣赏吗 抓着手里的东西 我的脑子乱极了 那晚刘洋很晚才回来 心情似乎不错 嘴上哼着小曲 我压下心底的疑虑 笑着跟她周旋 睡前刘洋瞄了一眼花盆 想要跟我互动 被我委婉地拒绝了 她也没有纠结 躺在床上很快憨声四起 看着面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 我终时拿起了她的手机 浏览界面上的内容 让我撞墙的信都有了 A片应该哪里去卖 夫妻派那种东西违法吗 靠信发家致富不是梦 仅存的一点希望 被刘洋轻轻一戳破了 我始终不愿意相信的事实 还是血淋淋地摆在我面前 可是钱真的比脸还重要吗 不知道这些视频是否外流 我又开始拆刘洋的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 不看不知道 一看真恶心 刘洋真的在找买家 联系了好几家网站 不过还没有谈拢 让我稍微放心一些 不过她口中的体型症 动作火辣 声音撩人 让我脸上火辣辣的 让别人围观自己和老婆的方式 刘洋是不是有病 我拿着她的手机一点点往下看 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刘洋和老丁竟然是好友 刘洋竟然背着我跟老丁讨价还价 想要让老丁花钱消灾 我的后背都在发凉 如果不是李家乐 我就被枕边的人给卖了 还是明码标价的那种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一脚将刘洋踹到地上 她一脸愤怒地从地上爬起来 刚想对我发脾气 看到我手里高举的手机 她一下子蔫了 紧接着 刘洋又开始对我花言巧语 如果没有烟簪的事实 我可能会被她迷惑 可是现在不会了 刘洋 你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 是屁股和脑子装反了吗 我怒不可遏 声音里带着哭腔 你还好意思说我 要不是你整天穿的那么骚 会有这种事 我妈早就不想让你干 可你偏不听呀 还有 摸也摸了 筋也让人轻了 要点钱有什么错 装高尚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些话会从刘洋的口中说出来 也不敢相信 这对母子对我有这么大的成见 那晚 刘洋的话 像是竹筒里的豆子 稀里哗啦地往外蹦 全是对我的埋怨和不满 看着她的嘴巴一张一合 我竟然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终于能把离婚两个字说出口了 因为这个男人不值得 我离家出走后 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我不知道是不是刘洋母子演技太高 还是自己太傻 这么久才发现他们的真面目 直到后来听到一件事 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天真 刘洋的爸爸根本没有出轨 是得了重病后 被李玉环设计陷害的 不光背上了渣男的骂名 还唠叨个净身出户的下场 听完这些 我觉得毛骨悚然 婆婆和刘洋的演技 还真的是叹为观止 这么多年 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或许是我的工资挽救了我 毕竟我也算是人傻钱多 很久以后 我才知道真相 是刘洋的身体有些小问题 不想要孩子 也是她的初衷 我想 那些恶心的视频 外留后的某一天 刘洋会倒打一耙 说我不守负荡 然后送我一个海王的头鞋 庆幸的是还没到那一步 一切都还来得及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 刘洋到底爱不爱我 想到我花在她身上的那些钱 还是有些心疼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花钱买教训吗 无所谓了 余生很长 防火防盗 防渣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1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